今天是3月16日 星期四 黑天鵝事件持續出現 昨晚因為市場擔心稅信再出現問題 所以歐美股市曾經大幅下跌 美股更加不用說一度急跌 後期隨時央行說出來會注資 才會結勢緩和 不過影響所及港股都很難獨善其身 看看指數 含指早市先低於342點 到19197點 進一步跌至19109點才止步 相對昨日收市跌至430點 還好的是沽額好像有點修煉 加上維穩賣盤也開始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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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結果市則輾轉後抽到19388點才止步 而大部分時間指數都是拉距在19300點左右的水平 好了 3月份的市當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起碼暫時來說都是 指數仍然是由7號的高位 21005點 跌至今日早市低位19109點 即是說今月的波幅已經輕輕擴闊到1896點 如果大家看的話 1896點的波幅不算特別少 以一個千億左右的成交市況來說 或多或少已經可以滿足到市場所需 但問題是現在仍然是3月16日 月中還有很多個交易點 到底接下來有沒有更多的黑天和事件爆發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在心態上比較保守之下 只要零碎高壓稍為湧現 市仍然反覆大遠 甚至逐步視底 這個大家要清楚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連同更早在來 恆子已經在第二度 在日中稍跌穿100天的平均移動線 走勢當然是偏差 事實上就算100天線沒有失守 向上網還有250 10天、20和50天線 簡單說 即使市暫時可以斷在100天線的水平 但不是等同大市已經回穩 這個訊號大家不要相信 直至恆子稍後能夠進一步修復了250和10天線 才可以初步說 大市好像存定了下來 這分鐘都不知道是否可以 順帶一提 10天線現在是19,877點 250天線現在是19,862點 換句話來說 很快10天線會進一步跌穿250天線 移動線方面 再出現另一個死亡交叉 當然知道 出現這個訊號 不是代表大市會大跌 但肯定一樣 市的反覆不明勢頭 是進一步明顯 在現在這個環境 有些人就想想 跌一萬九差不多 可不可以撥合反彈 你勢住去撥 輸贏不大的話 都不知沒有問題 簡單說 你買100股騰訊200股巴巴 或者兩三百股 百度這些來撥 輸贏都一兩千而已 有什麼問題呢 輸得起的 不過你願不願意這樣輸 但是重倉去買的 現在當然不是時候 尤其是大市始終走在 19,000點坐的水平 說了很多次 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點 是整個跌浪的低位 也是暫時的左腳 市如果再向下 很大機會是找一隻右腳 右腳在哪裡 現在不知道 就讓市場找給我們 星子有隻衍生工具 跟大家說 是最強勢的941的擴論 13689 行使價是66.03元 到期日是今年的9月 實際上大概是8.9倍 給個價參考 941如果在63元 13689 這隻擴論大於233 如果941股價能夠升上66元 其實他們現在只有一個多元 就算是一人錢的 13689的擴論有機會見到3.4元 潛著的升幅大概是45.9% 相反 如果941收押 如果這樣落到61元 13689的擴論 也會順勢跌到1.6400元 潛著的跌幅大概是29.6% 相關資料 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13689 這隻擴論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最好就結合升至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大家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請按讚 cab stal 簽 無 低 artists Sponge 飯 水 molé 水